你好 欢迎收看1月3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春节连续假期第二天 书花路郎出现车潮 公路总局地市区养护工程处交控中心 依据交通动态来调控书花公路沿线号制秒数 并且协同现场警力指挥书岛 请用路人要配合现场远警指挥 保持耐心 循序渐进 春节连续假期第二天 宜兰花莲地区上午持续维持 每小时700到800辆左右的交通流量 昨天南下交通量较去年春节 约增加了13% 截至今天上午10点 书花路郎南下往花莲方向车流量为5965辆 北上花莲往宜兰方向约为819辆 预计在下午将达到南下最高辆 能够达到每小时808辆 预估今天 苏花公路南下车流量约7935辆 目前苏澳自崇德 苏花改路段南下时间约1个小时 崇德到苏澳北上京台九线 苏花改时间也大约1个小时 记者林杰休林湘采访我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